也有一隻4440 他準備想在左邊出 看看哪隻會好一些 看看哪個位會好一些 要看看風在哪個位就著數了 他們自己出的 這個就不會有人告訴他們的了 一個賽手他已經知道 魚的應該在哪個位出的了 就沒有人告訴他們的 如果現在出了的話 如果有人在奧巴拉過了起步線 他們又要彎鋪回頭的了 他就會輸錢多少就大家看到了 阿俊 讓大家聽清晰再一次 那好了 現在各個都堆在施令船那裏 難道真的在那個位有著數 因為只有他們的賽者 自己才知道剛剛賽完一場 有人可能覺得這裡在左邊出有著數 有人在左邊了 有人在 各位觀眾一會兒看看 他們在左邊出著著數 他們在右邊了 因為比賽就是這樣 而輸與贏都是靠這樣 他們的判斷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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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的賽者就會很樂力 自己真的會噴出去的 怎樣噴呢 他們就要有一個方法 那個頻率就要很穩定的噴 如果亂噴平 他們就會很大的擾流 有人在左邊 覺得在左邊有著數 有很多人覺得 因為他在右邊 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太接近的案 也未必是那麼好 那個詳細的問題 將近一分鐘 看看他們怎樣欠位 如果在一分鐘 如果撞到人 他們就要360度懲罰 滑落風範 有一件事是可以碰到泡 碰到泡就沒有問題 現在的風真的很小 全部都靠自己噴出去 我們一個賽事 最完美的一件事 就是45分鐘內完成 是最好的 設到泡 但我們現在設得那麼近 因為是給觀眾看的 如果真正賽 就不會那麼近的 就會設到很遠 你會看不到那麼遠 當他們起步線的時候 有兩支動著很小的旗 就不用理會 那兩個泡 就完全不用理會 關於衝線 和過關才會理會 就完全不用理會 OK 現在一分鐘響起了 全部都不能過start line 如果過了的話 他就要完結了 第一隻 2424 他好像有少少 在我這個角度 覺得他有少少 是不是overline 要私靈船才知道 在我這個位置 就沒有那麼準確 好像他不知道 有沒有過overline 要私靈船才知道 但現在又不知道 他靠自己判斷 萬一他如果過了overline 他出了的話 這樣 怎知道 一會他會知道 現在就不行 他隨便現在 他自己很聰明地知道 自己overline 一會兒就走去彎 那個泡 但是他現在好像不太知道 那一會兒 一會兒出了start 他就要靠看 那隻船 會不會起了一枝旗 那就會提示他 有人overline 有人overline 那有人overline 他就要自己想 自己心目中 是不是自己overline 要彎 如果自己彎錯了 就輸了 不彎的話 回來又被人取消賽事 零分鐘 出start 出start 應該就是start 那隻2424會有著數 OK 如果碰到別人 哪隻會有著數 現在 那個port那個 就要遷就 那隻2424 他走不了 被人家攔住了 他一定要遷就 他要做 轉彎走 千萬不要撞到別人 一個206又是 撞到別人 他不敢撞 他要停在那裡 給別人過 因為他在左營出 所以 跟正賽就是這樣 一定要知道自己在走什麼 航線 現在小了工之後 自己黏住 他們就已經找工女走了 OK 有人overline 因為 司令船有一枝旗出來了 那枝叫迫時旗 但是沒有人發覺自己 是有overline 我走了的話 回來 就要被人 discordify 現在都不知道哪一枝 對我估計 就應該是 2424 overline 那好了 現在看看哪一邊有著數 有2、4、5隻 走 start call 即是自己走右營 一隻左營走 這邊是否真的有著數 現在有一點點風 靠這枝風去賽 看看他贏不贏到回來 就是了 4440 看看有沒有著數 如果他有著數 就贏了五隻 吃了 這次真是一隻4440 可能是有著數 你看看 很接近的浦 因為你走錯一個方向 相差是很遠的 如果有個比賽的話 他開始了 4440 非常之好 他是貼著浦波 多一個又不行 又跌位 少一個不行 過不了 過不了浦波 他又要做多一次轉彎 有可能一個轉彎 就會慢過人家的五隻船 OK 他貼著浦波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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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這個按個拉 過不了 他贏了人家 整條浦波 如果回來的話 他就是這樣 真正去比賽的話 這個4440 就真的很好 好了 因為在這裏的風 就一定要看你 應該會不會看風 他就懂得看風 或者是看水流 在這裏 他就走了 近著的岸這邊 就全好 立刻過了 第一隻回來了 很快 這四隻就輸了 如果衝線的話 他就快很多了 你看看 因為走的方向不同 其實就差很遠 4440 4440 有機會拿第一隻回來了 另一隻 就追著回來了 看誰會快一點 你看到他回來的時候 不可以順著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水流 沒有那麼快 我們玩滑浪風帆 就是ZZZZ回來 是比較好處的 加上水流 除非是一滴風也沒有 零的風 那有可能 就是一路順著下來 他們現在這樣過來了 他們一定要過這個飛機 這兩個好了 如果他們回來 他們真的 這個4440 就是拿冠軍 那看一下 到司令船有沒有吹雞 如果他沒有吹他 證明到這個人就是overline 就是overline 就是被人被被避充 我不知道是不是4440 看看司令傳吹不吹 如果吹他 他就是真正拿冠軍 不吹他 他就是overline 被人被disqualify 雖然拿冠軍 但是他就是overline 所以不吹他 他就瘋了 被人被disqualify 這隻是拿第一套 就是這樣 比賽的東西就是這樣 原來他是不知道自己是overline 即是過了的起步線 在一分鐘那時候過了起步線 他就算拿冠軍回來也沒用 被人取消了 所以變了冠軍就是產凡這個 這個叫劉俊賢 他就拿冠軍了 就是這樣賽班回來的 然後現在這個女生在碰 這個就叫翁南衛 在女生之中 看到女生是否輸遲給男生 不一定的 你看到拿世界冠軍 或者奧運 都是李林先生 很厲害的 女生都不輸遲 他就拿第二套 第一隻 原因就是他overline 他不計在內 這隻是第二個回來了 OK 整個模式就是這樣 你看到最後一隻到現在 他才是在上風波轉 相差是很遠的 那個技術 不是說他個人的技術 而是他真是自己的判斷 即是出錯位 就是這樣 好像環環風環 又不跟踩單車一樣 一定要靠看風 他們如果不懂看風 就輸遷了 差很遠 OK 我們真正這個賽事 謝謝大家